近日有大数据分析平台 通过分析美国羊犬俱乐部的数据 整理出一份最受美国人欢迎的狗狗品种榜单 前五名分别是拉布拉多犬 德国牧羊犬 黄金猎犬 法国斗牛犬 还有斗牛犬 从美国羊犬俱乐部AKC的年度排名发现 自从1991年取代可卡犬 坐上头把交易之后 拉布拉多犬一直保持着最受欢迎犬种的地位 以下是美国十大热门犬种排行榜 第一名拉布拉多犬 自1991年以来 拉布拉多犬一直是美国AKC最受欢迎的犬种 它们友好外向乐于取悦人 无论是作为导盲犬还是搜救犬 它们都是最受欢迎的品种之一 第二名德国牧羊犬 德国牧羊犬是美国第二受欢迎的狗狗 由于它们的聪明可训练性和顺从性 是许多工作的首选帮手 它们可以帮助残疾人参与搜救和担任警犬一职 第三名黄金猎犬 黄金猎犬不仅聪明而且很勤奋 它们经常被用作导盲犬 用于搜救和狩猎 它们还有许多可爱的特点 比如耐心和顽皮 这让它们成为很好的宠物 第四名法国斗牛犬 这类结实的小狗长着蝙蝠一样的耳朵 它们很爱玩也很聪明 和小孩子们相处得很好 和其他扁脸品种一样 法国斗牛犬在睡觉时也容易打憨 第五名 斗牛犬 斗牛犬一直与英国文化联系在一起 但它也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狗狗品种之一 它们的名字掩盖了它们友好的个性和温柔的性格 第六名之第十名分别是 米格鲁 贵宾犬 罗威纳 德国短毛猎犬 以及约克夏 而其他像是来自中国的稀释犬排在第二十 沙皮狗第六十四 松屎狗排名七十五 最后一名则是阿拉伯猎犬 调查显示 95%的宠物主人把自己的宠物当作家庭一员 78%的人会把宠物的照片印在家庭聚会请柬 贺宁卡等与家庭相关的物品上 71%的人允许宠物在自己的床上睡觉 64%的人会给宠物购买圣诞礼物 45%的人会给宠物购买生日礼物 22%的人会给宠物穿衣服 美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宠物有主人财产的继承权 美国宠物产品协会2017年统计显示 68%的美国家庭 大约8460万户家庭 至少养了一只宠物 这个数字比1988年的56%上涨了12个百分点 目前美国养狗的家庭有48% 养猫的家庭有38%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 封物购买 matter рах 下